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这本书 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 我们呀,要一起来数数 从一数到十 这本书的作者是 Maius Wienhaut 好,我们的故事要开始了 一,一个肚子 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 这是谁的大肚子呀? 大笨熊的 胖胖的大笨熊 有一个圆滚滚的肚子 一 一 二 两只耳朵 两只长长的耳朵 笨笨跳跳的小兔子 有两只长长的耳朵 二 一 二 三 三个小圆点 三个彩色的小圆点 谁的身上有小圆点呢? 是小瓢虫 小瓢虫的背上 有三个彩色的小圆点 三 二 三 四 四片翅膀 四片美丽的翅膀 小蝴蝶最喜欢 扑闪着自己美丽的翅膀了 四 机灵的小猴子向我们挥动着一只手 它在向我们打招呼呢 让我们来数一数 小猴子的这只手上有几只手指呢? 一 二 三 四 五 它的这只手上有五只手指 那 让我们也摊开我们的小手 抖动一下我们的五只手指 跟小猴子说 小猴子 你好 温温温 温温温 花丛中有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在采蜜 让我们来数一数 它有几条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条 小蜜蜂有六条腿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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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池塘里有一条小鱼在吐泡泡 让我们来数一数 这条小鱼的身上有几条条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条 小鱼的身上有七条美丽的条纹 海里的大章鱼挥舞着它长长的胳膊 让我们来数一数 大章鱼到底有几条胳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条 大章鱼有八条长长的胳膊 沼泽地里潜伏着一只大鳄鱼 它张开它的大嘴巴露出来了锋利的牙齿 让我们来数一数 让我们来数一数大鳄鱼 大鳄鱼有几颗牙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九颗 大鳄鱼有九颗锋利的牙齿 哎呀 快逃 别被大鳄鱼咬着了 可爱的小花猫抖动着它的狐狮 让我们来数一数小花猫有几条狐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条 小花猫有十条狐狮 小花猫 小花猫 跟我一起玩躲猫猫吧 现在让我们试试看从一数到十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七 耶 太棒了 小朋友们 数数是不是很有趣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